各位朋友親 大家好 我是陳美娟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十六個月的婚禮新聞 去年開始 北港婚教的協會來 就發生三驚四望的車庫 最近最難充有個發生一名五十八歲港人 騎機車沒在安置無 在車廣山三葉道路的九尺路口和汽車燒動了到 頭部去扔到頭部來四望 競風就出馬虎有名中 騎車要準修交通規則 未來也要將家共出帝 賣賀這種不幸的事情 各位 大家好 在昨南鄉 車廣山三葉道路 發生一驚四望的車庫 一台汽車和一台小客車在高車路口燒動 造成騎車的家屬四望 當時據警方調查一步自曉 科車是沿產列道路由北向南執行 一步普通重型機車駕駛是沿產列道路由西向東執行 雙方在加差路口發生車禍導致機車歧視 送醫後不致死亡 開車的家屬因為無以規定扭車才會來撞到歐洲 二車騎到歐洲的民眾還沒有在安裝模 讓頭部直接來撞到頭部 再來造成這種的秘境 據警方分析來 自小客車為依規定浪車 普通重型機車為注意車前狀態 導致這起事故發生 警方表示剛才要來加強出台之外 也讓民眾來遵守交通規則 若天親騎到歐洲的民眾承擔到來地安裝模 不能只是親差弟弟來應付警察 警方呼籲民眾 駕駛車輛行經交叉路口 應減速慢行 騎機車應戴安全帽 以確保本身安全 要來討論這種事來發生 就要來遵守交通規則 若是沒有遵守交通規則被警察抓到 民眾不要無理由 我警察只會開單 他要來想看看 到底警察抓到是有利還是沒有利 記者講義 蔡翁報道